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昨天美國的這一場槍擊案 真的是震驚了全世界 但是就在我們剛剛節目之前 其實又有一個快訊說 德州又有一個槍手持槍進入一所高中 但是後來是因為緊急的就是被捕了 所以沒有發生後續 這個不可避免的一個錯誤 所以怎麼會一而再再而三的 這樣發生這件事情 那我們看看 其實昨天這個狀況 德州小學19名學童 以及兩名成人就是老師 這樣的喪命 然後槍手18歲而已 他是先開槍殺了自己的祖母 然後再去到德州小學 而且他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在犯案前 就是大概在IG上面有先進行一個犯案的預告 然後進去之後 他就直接把教室門給關上 然後就說大家誰都不許走 然後就開始進行了大屠殺 所以其實很多小朋友 其他間教室的小朋友都有這種撇到那種很可怕的畫面 那其實我們光是看那樣子新聞的描述 大家都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殘忍 非常的不忍心 怎麼會在美國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這樣子的一個槍擊案 其實我們覺得說美國這個國家 他不論是國內或是國外 真的已經是背著這些軍工複合體 或者是像這些槍支 其實也算是軍工複合體 他們叫做民兵軍工複合體的一種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是被軍工複合體給扭曲的一個國家 影響著全世界 我們台灣也不能避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槍手 他甚至最後就殺了整個教室的人之後 他還躲在教室裡面45分鐘 最後才被擊斃 那另外一位就是在另一間教室的小朋友 他也是 就是他其實是講到說 跟正一下 就是同樣的這一間教室的小朋友 他是10歲的一個女童 他其實本來是要打電話報警的 但是沒想到就被射殺了 然後槍手還喊說 你們通通都會死 因為他準備要打給911 沒想到被這個兇手給發現 然後他的好朋友就在這一個小女童旁邊 也被見得滿身 真的都不忍心來描述了 覺得實在太恐怖了 那另外的小朋友 就是存活下來的小朋友 在另外一間教室 他說他看到這個子彈穿過窗戶 下一秒鐘同學都在流血 他說聽見隔壁有一個男子大罵 大聲在咒罵之後 就一聲一陣槍響 然後老師就趕緊把這一間的小朋友 通通推進教室裡頭 讓大家通通趴下 而且關掉空調 關掉電燈 甚至拿出紙張蓋住窗戶 讓這個兇手不會看到他們 就是躲起來 就讓大家覺得說這是一間空教室 希望能夠保存住他們這些小朋友的性命 後來是很幸運的這些小朋友 真的就是沒有受到一些傷官的傷害 但是他就說他受傷 他說他看到到處都是血 他留下了一個創傷症候群 所以昨天拜登跟賀錦麗也都對於這件事情 表達非常大的一個難過跟悲傷 我們先來聽一下 我們要問一下 看見他們的朋友死 像是他們在戰鬥 神經病 失去孩子 就像是一塊你的心 有一個困惑在你的胸部 你感覺到你被捏入 你會不會被捏入 但我們的心肌繼續崩潰 對 所以其實他們的元首 都有表達一些非常哀悼的話語 但是昨天在網路上面 大家討論度最高的 其實是這一位NBA勇士隊的教授 他是憤怒到拍桌 他說美國的參議員 不應該為一己之私 不願意將這些購槍者的背景調查 然後不願意對這些法案進行投票 我們來聽一下 我不會說到比賽 沒事有ени的 沒事跟我們的團隊 在過去六小時 我們會開始同樣的樣子 今晚 任何問題的打桌 都不在意 我们的一切都被判断了 从我们的判断,14儿子被判断 400米里 和教授 我们在这些10天 我们曾经在闭上熟悉黑人 在一个厨房里 我们曾经在寺院 我们曾经在大厨房里 在西方的西方 现在我们有 孩子被判断在学校 When are we going to do something I'm tired I'm so tired of getting up here and offering condolences to the devastated families that are out there I'm so tired of the Excuse me I'm sorry I'm tired of the moments of silence Enough 他是奉而離席 其实他自己的父亲 同样也是这一个 枪支的受害者 过去被这些暴力组织 给枪杀 所以美国的盖洛普民调 他们现在有83%的民众 认为美国已经脱离了轨道 我们看这一张图片 今天这个联合报所整理出来的 他说今年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件 是世界第一 而且美国近百公民 拥有的数量 也是这一个高达45% 这是全球近半私枪 都是为美国人所有 还有就是现在拥有枪支数 美国也是排了第一名 就是每100人有120支枪 怎么会高达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看到既然枪支泛滥 也让这个滥杀的数字新高 美国有7成的枪击案 他们这个是18岁以下 而发生的这样的枪击案 最小的年龄甚至只有6岁 而且枪手的平均年龄是34 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枪支暴力 成为儿童的主要死因 还有甚至FBI的报告说 去年这个枪手的滥射 已经创下20年的新高 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 这个数字目前看起来更是高 因为今年目前为止 已经是有144天 已经发生了221起 大规模的枪击案件 但是其实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不只害他们国内 对于世界各国 你看像是印度 他现在也是讲 要卖给他武器 就说我不要让你被这个普钦 给绑住 就是武器也可以跟我们美国买 那台湾同样也是 从蔡英文上任至今 我们已经买了5600多亿的台币了 所以杜特蒂难怪他要讲 他就说如果战争结束的话 就没有人要跟美国买飞机 潜舰跟子弹 很多美国人会失去工作 就没有办法在 就是在国外卖产品 所以他已经到处来说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危害之大 对于国内国外都是如此 我们问一下杨老师 军工复合国会复合体 现在已经叫做MICC 也就是美国的军事工业 然后国会以及这些游说 变成一个共同的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各位不是要小看 我觉得现在 不只是美国内部的问题 世界的大乱是根源于此 因为有利益战争之王 要不断的制造武器销售 然后发生战争更多的危机 你就会买更多的武器 同样你看今天发生在德州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小学的枪击事件 我跟你讲 现在在美国比便利商店 还要多的枪支商店 这几天一定大卖 我自己过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跑到这个大卖店 看了一篇电视机 这个电名箱转头一看 我第一次文化震撼 一整面的枪支 我今天想 你为什么要买自动步枪 你说这自我的保护 可是美国现在另外 从以前到现在 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个这种阴谋论 因为都是黑人 非洲裔 拉丁美洲裔 Inner City 就是这些城市的 比较中下阶层的区域 你去美国 人家第一个事情告诉你 也什么地方不可以去 什么时间不能去 一定不可以去 非常危险 你在台湾会有告诉你这种事情吗 这一些中下阶层少数族裔 他们就认为说有阴谋论 因为这些军工复合体 不断的在贩卖枪支 使得他们不断的陷落在 枪支毒品暴力 你要知道成年 为没有在监牢的非洲裔 在都市里面的人 尤其是东岸 非常少男性 女性有的时候 事实上还找不到对象 然后这些西班牙裔 你看这一次的 在德州就是西班牙裔 大部分是西班牙裔 也是如此 他们在争 就是说这种毒品 在争这些帮派 枪支给他们这样子的这种 就是说整个这种沦陷 所以美国难道没有 过去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少过吗 当然这一次是太夸张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会改变 因为美国宪法显得那边 美国很多人觉得更危险 是 所以更多人现在去买枪支 更多国家也不断去跟美国买军火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军工复合体 已经在吞噬着全世界了 佐老师 好 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个数字 这个2020年 美国有多少人死于枪击 有45,222人 那这个是史上最高了 那2021年的数字 现在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想这个很快的 大家会看到这个数字 它是越来越高 那这个45,000多人里头 它有54%是自杀 有43%是谋杀 那很多这个枪击案件 都是发生在街上 或者是在停车场 因为一言不合就枪击 那很多小孩子 有时候就小孩子在旁边 就会受到误伤 所以很多是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比较极端的例子是 到教室里头去枪杀 那为什么在过去这两年 枪击案会上升呢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本来对于毒品的这种治疗 就是吸毒的 吸毒者的治疗也好 会对心理健康的这种资伤跟治疗 现在都停止了 所以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人 他在心理上受他的这个窗击 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 有效的这个控制 那这个是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当然我们看到美国的 枪支泛滥的问题 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于 它的宪法第二条的修正案 它里头提到人民 有自我防卫的这个权利 那这个当然是跟美国当初这个 从这个独立战争时代 所发展出来的这样子 人民的固有权利是有关系 但是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 大的政治议题是来自于 共和党跟民主党 对于这个修正案有不同的解释 那共和党是认为人民 应该就有这个枪支的 拥有枪支的权利 因为这个又延伸到共和党 认为所谓的州权大于联邦权 人民又保有他的这个 这个胜于权利 但是民主党就认为要控制枪支 所以对于民主党现在 现在拜登政府主要在做的 一些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跨州的这种贩卖 因为很多是从南方这些 控制比较松的州 卖到北方的大城市 很多它是去购买这些枪支的零件 因为它还没有组成枪支以前 它还不构成枪支的一部分 但是它组合起来 它就变成枪支 或者像有所谓的幽灵枪 你在网路上就可以购买的 像民主党政府主要在 针对这些常识进行控制 可是共和党政府 共和党就认为说 你这个是侵犯了人民的 第二修正案的 自我防卫的权利 所以像在密苏里州 他们就立法通过 就是禁止密苏里州的警察 去执行联邦的控制枪支的计划 所以民主党政府 它的做法就是 它去支持密苏里州的首府 去发动一个 圣路易斯市 发动一个诉讼案 就是说这个立法是违宪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 就是说未来 因为马上大选要到了 所以民主党跟共和党 都会为了这个 都会针对枪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落胎 这两个事情 大概就会成为他们主要的 一个政治攻防的议题 好我们来问一下 胡文哥 对这个请大家看一下 在拜登的亚洲刑之前 他到水牛城去致哀 跟他的夫人 因为这个之前 水牛城的这个枪击案 然后很遗憾 拜登的亚洲刑之后 他回到华府 一个小时就要接到这个消息 所以他开了一个 这个全国的电视谈话 他说 就是现在该行动了 有行动吗 因为现在这个 刚刚两位前辈也提到 这个跟美国的 憲法第二次修正常有关系 他的十一院要有其中选举 现在的参众两院 特别是这个参议院 至少是50比50 贺锦丽还有一票 如果说你等到 其中选举完之后 搞不好民主党会丢掉众议院 那你拜登要行动吗 你拜登要做什么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没有这个 这个间列欣喜或是落井下石 我们挨到这个美国枪击案的 这些事 但是我想请问拜登 这是要怪普丁吗 还是要怪习近平 我们前天讨论美国没有奶粉 是怪谁 也是俄罗斯害的还是大陆害的 是你自己国内的问题 刚刚卓老师也谈的 之前最高法院那个文件漏出来 那个堕胎的事情 那个占美国枪支跟堕胎 他们吵几十年 共和党民主党吵来吵去 每次选举吵来吵 吵多久 那这些你们美国国内的问题 是其他国家影响你的吗 显然不是 是 但是你自己要解决的 你自己要这个 什么印太经济架构 什么跨的什么 当美国在包括乌克兰在台海 你每个地方都要指指点点的时候 我想请问拜登那你自己呢 你美国国内你管好了没 你很喜欢管别人的事情 你自己国内乱七八糟 这我觉得有点粉末导致 对 所以现在拜登 其实他明明就从政了那么久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 就是他在这一刻 他当了总统这一刻 为什么还在讲说该行动 我们再来问一下杨老师好不好 拜登难道过去没有任何提案 或者是没有任何法案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 还有联合报在讲说 拜登以前有提案过 但是就是没有过关 真的是如此吗 从雷根总统曾经被枪击过 还记得吗 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来谈 就是说要限制枪枝的购买 我去了威京历 那个时候我刚去的时候 你随到随买跟买啤酒一样 然后才有所谓的身份调查 然后隔日或者隔周 然后外周必须经过 更严格的这个审查 没有什么用 我讲过 他卖枪枝的店比卖这个 我刚才准备了 我说是我